小时候的照片 记得没 今天有次我们带你逛街 你要去逛蝶蝶 我们没带你去你就冲气 你看你那个嘴 啊 哎呀 啊 还有这两张也在赌气 我拍照你看见吗 哎呀 一直在不高兴 妈妈现在看着你在节目里 我心里真的十分难过 因为你从小到大 我们总是阻碍着你追梦 甚至你六年都没谈恋爱 妈妈都觉得你 是不是心态出了问题 那一次你离开家 爸爸说了很多伤害你的话 爸爸妈妈知道 你不是因为怪我们 而是真的真的太喜欢唱歌跳舞了 但是你又不知道 怎么该给我们证明给我们看 儿子 但是你在创造你的表现 爸爸妈妈真的问你 讲话 今天就着这个机会 爸爸妈妈要给你正式 说声对不起 儿子 你用个追梦 大的向前传吧 我们帮不了你什么 但只能做到的事 尽量不给你添麻烦 您只管刚好你喜欢的事情 爸爸妈妈再也不催你 找对象结婚什么的 我们会一直支持你 成为你坚强的后盾 大刀活苦向前进 心有所向 眼哥心 儿子加油 加油 加油 圆哥 加油 圆哥 博远给我的冲击是最大 因为他太真实了 儿子终于凭借自己 不顾家人的反对 走到今天的时候 收到了一个父母的道歉 就是那个感觉真的 非常非常的冲击 小雨 这双鞋你还记得吗 这是你妈妈鞋 我脑子会穿的鞋 好漂亮 好漂亮 这是你姐姐吧 这是你妈妈妈 这是呃 妈妈妈妈 妈妈 超漂亮 真的漂亮 这是一张银行的存责 这是当时13年 你在合肥上学的时候 第一次得奖居金 就存在这个里面的 你把这个里面 所有的钱都取出来了 给妈妈买了第一个礼物 是护肤品 当你高高兴近的 把这个礼物 送到妈妈手上的时候 妈妈记得你 当时是这么跟我妈妈说的 妈妈 我要好好学习 我要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妈妈能够过上 幸福的生活 孩子你已经做到了 妈妈在你的努力下 现在过得非常地幸福 很感谢我的爸爸妈妈 从小一直支持我去做 坚持艺术这条道路 所以我在当时这个年纪 就让我很快地 就能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然后就想回报给他们 现在是我们这个地方的采茶季 小雨小的时候我也经常带他来这里采茶 那你们看一下 你带我们逛你们家的山 哇 谢谢 刘宇家有山啊 刘宇的视频 他有山顶在他的家 他怎么有毛钱在他的家 太奇怪了 但是我想去玩在他的山上 刘宇 初颖我能不能去你家山里玩两天 哎呦没问题啊 我带你去采茶 我们去采茶 对 马拉世界那么大 我们一起穿 小雨加油 妈妈等你回来 唱得真高 哇 马拉世界那么大 我们一起穿 我要去你们那地方旅游了 不说了 妈妈要把所有这辈子技能拿出来 后面妈妈真的压力会很大 嗨 张张 你都好吗 AK 我们这些人的妈妈都那么年轻 妈妈很想你 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见到你了 专业团队 她的画质都比我们清晰多了 她那感觉是1080P的 我们是流畅 右下角还有小刀剧摆在那儿 这需要被踩 对不对 被踩 妈妈记得 你五六岁的时候 开始弹钢琴 刚开始边流着眼泪 边跟妈妈说 妈妈 我能不能够不要弹钢琴了 结果到了小学六年级的时候 你突然跟妈妈说 你说妈妈我太感谢你 让我坚持弹钢琴了 我现在太喜欢弹钢琴了 你说音乐替你说话 音乐是你的梦想 妈妈一定会全力以赴的支持你 实现自己的梦想 珠海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城市 哇 这么吓人太吓人了吧 这个大场景 大吓人家 不是我家 这是我妈老师的办公室应该是 我呢 是一名业余的书法爱好者 写了一幅作品 啊 哈哈哈 送给节目组 送给大家 哦 哇 哇 这是业余书法爱好者写的吗 世界那么大 我们一起闯 哦 好厉害 这两个真是纪约了 哎 哎 好妈妈好厉害 妈妈好厉害